HELLO 大家好 我是乔寶 上一集教了大家新手必學的一些技巧 也就是這個遊戲的核心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還沒看過的觀眾可以點右上角去複習一下 今天就要來解析這款遊戲的所有飄移 幫大家整理所有必學的飄移技巧 包括執法以及運用 那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個 手殺飄移 最基礎的飄移技巧 舉例來說也就是跑跑的段位 甩尾時間長跟車身傾斜角度都較大 通常都是空氣平速時使用 整場幾乎都用不太到 執法的部分也非常的簡單 這邊調整好路玩角度之後 先按右方向鍵做一個順勢加甩尾 此時的甩尾時間按的比較久一點 這時候就成為了手殺飄移 出彎時再拉正車頭即可完成 再來是慣性飄移 最通用的飄移技巧 簡單來說就是跑跑的拖飄 適用於一般所有彎道 除了轎窄以及角度較小的彎道 好我們來用慢動作來看一下指法運用的部分 起飄入彎後 車身傾斜角度較小時鬆開所有按鍵 輕點方向鍵調整續彎角度 依你入彎的角度去決定點方向鍵的次數 假如你偏外想更貼 就可以多點幾次去微調 再假如如果你再貼就要撞牆了 就可以直接飄到出彎即可 記住是根據你的角度決定你的點擊次數 再來是直線飄移 通用於調整以及救援失誤 簡單來說就是跑跑的停煞 用於入彎前角度過大 可以使用直線飄移調整失誤角度 避免直接撞牆 好這邊我們慢動作來看一下 這時候如果你發現你的起飄時機過早的話 不要緊張馬上滑到你的煞車鍵按著 直到脫離了危險區域之後 發現你的角度可以過彎時 這時候再接回你原本的飄移 即可完成 好這邊我們再看一次喔 欸我這邊又不小心非常早的入彎了 這時候不要緊張 一樣按著煞車 接著微調一下微調一下 等到角度OK的時候 再把煞車放掉 再接回甩尾 輕鬆過彎 這就是救援完成啦 再來是煞車飄移 通用於貼彎以及救援失誤 舉例來說 類似跑跑的殺甩 常用於高速行駛時入彎 以及極限貼彎 大部分都是在U彎比較常用 好我們慢動作來看一下喔 假如這邊你高速行駛時發現你自己好像要衝出去的時候 在甩尾前先按一下煞車 再接著甩尾 這樣子就完成了煞車甩 如果你發現你來不及的時候 可以先點一下煞車之後 直接滑到甩尾鍵完成你的甩尾 這樣子也就完成你的煞車甩了 記住 此技巧入彎時機要比一般入彎時機晚一些 因為它是瞬間減速的情況下過彎 所以不能用一般高速行駛的判斷時機 再來是鐘擺飄移 通用於快速接彎以及卡氣接彎 這個技巧適用於S彎道或是緊密連續的彎道 好這邊我們慢動作看一次喔 這邊我們一般入彎時後 甩尾鍵死命的按著 接著第一個彎過完之後 直接接左邊的方向鍵按著 形成第二個左彎 這樣子就完成了鐘擺甩尾 關鍵就是過程中甩尾鍵不放掉 鐘擺甩尾是讓你可以輕鬆的快速連續過彎之外 集氣量也會比你一彎一甩來的滿 最後是推力飄移 過彎速度跟集氣更快 在入彎前使用紫噴、氮氣 所有加速效果進入飄移 以上就是這款遊戲的所有核心飄移用法以及運用 每個技巧都適用於不同的情況跟不同的彎道 學會了之後才可以在賽道上活用 讓自己的跑法更完善 相信大家熟悉的這些技巧之後 對於實力一定也會有幫助 今天的影片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還在努力的僑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宜夢見 很明顯 頑皮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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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掉 Ciao 緊繁 我們 20 20 20 2 20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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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